下场打Scout的话 Scout本身就很强 然后我们在对线的话 做好自己吧 跟EDG打的话 如果想要赢他们的话 就是 感觉就是需要自己 注意自己的问题 然后跟队友打得紧一点 对面中落 当科斯选手的话 感觉 英雄词的话 什么都会玩 然后打法也比较正常 感觉对他的话 感觉不像最特别的东西 做好自己的东西就行了 我觉得他们整个团队的 一个伤害占比 AD是到达了29.7% 接近30%的 如果选练塔的话 感觉WE这个阵容 是不是又有点缺开团 因为上把唯一的开团点是猴子 但这把打野变成了一个福威哥以后 好像唯一的开团点 只能是一个变大的纳尔 或者列纳塔的一个R闪 但是都非常的困难 首先R闪操作很难 并且如果是那儿的话 就需要很好的位置 才行 从小技能上来说 感觉EDG会更强势一些 是的 而且说到小技能 EDG这套阵容 咱们就会发现 它越来越像红色王拿的一套阵容 好的 让咱们共同进入到 这场召唤之甲骨 这场蓝色方的EDG换上了打野节节 而W依旧在红色方 这场阵容就像Suki点评到的 整体的阵容的适配度还不错 但是就是缺乏开团 纳尔的肩负的开团压力会有点大 而且两边的AD选手都带的急跑 是怎么回事 不约而同的吗 增强一定团战的机动性 都想在团战里面增加一定拉扯能力 但是一起带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巧合 是 斐流斯带急跑 咱们在L票见过 然后伦子妈带急跑 说实话 因为本身就有一个大招的群体枷锁 然后再带一个急跑 加中加 直接想当着个跑酷女孩 双方的开园头线 蓝色防EDG 接接这里是F6开 选择自己开 给对线的英雄可以更早地上线 这种更早地上线 就让W这个Lenata 加上F64这个组合 至少前进你别想着 这么轻松地去压制下轮 对 如果由EDG这里先推线 泰坦先占草的话 这个Lenata自己就要有点小心了 中路是妖极和沙晃的对线 波比走在路上 刚好要被红四方W的视野所看到 二级对中路有想法 但香克斯看到了以后 撤退得很快 大概也知道有眼了 一勾勾了上去 但是才刚刚升二 好像有点跟不太上 是的 升二的这个时间 刚好晚了这么0.5秒钟 这就是EDG下轮双人组 先上线的好处 面对很强势的这个恶劣组合 这两个人因为先上线 所以先强二级 是的 中路的话 Skart也是二级 学了跟链子练了一套 这样香克斯也不太敢 那么用力的推线了 是的 同时 这场比赛咱们可以着重关注的 上路对线 香克斯拿出了这个永恩 又练到了 练子好准 黄机这个血量就不太舒服了 身上还有一块饼干 没药了 腰机身上还有药 这场永恩 历史上第一次在上单位置 L票的出场 其实之前在上单南枪很流行的时候 韩服就挺多永恩去打南枪 这种射手类型的英雄的 但这确实是第一场 第一次上场 闪现必踪 有没有机会直接秒掉一丝线 也不想交闪了 直接秒掉 配合了刚好 永恩刚好是第三道风 是吧 钻在手里 控制链衔接的非常漂亮 而且刚好卡到那个墙边 而且本身W这套 上中野 三条线发育的这么个线 结果你面对EDG这个上中野 前期怎么去对抗 又是一道链子 配合着MACO的被动钉 而且MACO是从上半野区走出来的 是 就像赛前阵容看完了以后 我们提到的 可能MACO这把更多的想法 就是反正WIPER在下路也不危险 就自己更多的去尝试游走一下 而且这个跟他们一开始设计的 这个想法 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想法就是 我让Bobby单开下路双手组 原本是劣势的双手组 先上线 然后在线接近回推的时候 由MACO展开游走 而且MACO的游走 它永远是那种AD的线 舒服的时候去游走的 像这种线要过去的话 它会害怕AD出事 它就一定会回来看着 就美国它游走的时机 都拿捏得很好 就是上路的对线 那儿变大 但是又吃了永远一道风 这个队位 我觉得对于红色王达瑞来讲 其实咱们赛前也有讨论过 就是达瑞想去击溃EDG 可能要在前期的节奏上下功夫 否则的话 你跟他去打运营 都不给你机会 就像上一场比赛 风暴聚集 怕是一点点都没聚集起来一样 是的 但这把还是在一二手选到了 这个很稳健的后期双C 能看得出来 W依然是想打后期的 想打后期 结果你面对什么妖姬永恩 这些前期战斗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那可能 就没什么太多的好果子吃 但上路的话 前期的对线感觉 这些低门打得还可以 毕竟带了个骸骨肚层 可以消挡到第一波永恩的伤害 嗯 哇 斯高特顶了很多红色方的小兵 硬练香克斯 旁边杰杰开着 坚毅风采就过来了 直接打出香克斯的闪现 哇 这里斯高特好凶啊 顶了一大堆小兵 那这一波也不敢去摊这个线了 得赶紧避 嗯 因为佛爷哥也在往中路靠了 是的 这个没劈到 这版本骸骨肚层 有一些小小的血组啊 现在要到55秒才有一个新的骸骨肚层 嗯 所以破了骸骨之后 就是弗兰德去打低门的时候 因为之前确实骸骨肚层太厉害了 很多ADC在面对打卢娜的时候 都会带这个东西 嗯 有点影响下路的生态链了 对 因为卢娜上来就是 上来打一套的这么一种组合 嗯 剩两个提杯上来过后 小小的贡献一下 哇 浮豹的这场比赛练得还真不落空 而且在血线这么低的情况下 还要去尝试练一下 是的 比较激进 就你状态好的时候 那会给对手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嗯 有的时候就感觉在线上 时时刻刻都想着走位 因为这个冰想卡一下冰线 W倒是你看下半局的视野 虽然说上一局比赛也输了 下半局的视野 W一直还掌控的挺积极的 主要W确实这个赛季一上的风格吧 就无论是谁上场 都是比较喜欢围绕下路的 无论是是老贼还是星 是吧 嗯 这个睁眼是看到了杰杰的位置 所以D们去石头人那边观察了一下 没看到杰杰的入侵 大概也知道杰杰已经走了 是的 可能圣强哥又是EWQ先破害谷 溜到野缺 先秒准红buff 手刚好 波比在路上 蓝色方几个人一起聘了信号 知道WE要入侵到这个红区 但这一波中单Skull是有限权的 腰肌有限权 感觉WE不是很好撤退 闪现像钩子 想找厄弗留斯 厄弗留斯专有红白刀 直接被Skull给断后了 WE直接去踩到脸上 就黄机一推 推开了两个 掩护其他众人撤退 这波我感觉EDG应该是可以 留住一到两个的 但是WE撤退的很好 而且确实香克斯过来这个位置 把进场的圣强哥推走了 不然这波EDG正面是要多一个人的 因为上单圣强哥过来了 这里W的这个入侵 做得非常非常的果断 圣强哥好亏 这个兵线还亏了一层肚层 原本圣强哥想着 是不是在整个下半区 会展开一波很激烈的这种战斗 收到圣强哥这里 蓝四方 Scout 有一点点想辐射到野区的 没什么机会 你别说这把Demon的一个防gank能力 我觉得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他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尤其是保护性视野做的也不错 是吧 你看到这个镜头拉过来 红红不少的这个保护性视野给纳尔 甚至仰赖着上路的献权 W可以动这个先锋 而且轮子妈其实这个步行 是要落后于 奥菲琉斯和列纳塔的 希维尔第一时间还没有赶到 W看样子是要把瑕谷先锋抓掉 一锤锤走了两个纸杀 江湘克斯 一千多写龙反而上一滴计拿下了 又被锤走了 这个杰杰这个锤是神来之彼啊 本身纳尔这个怒气刚好变大了 那我觉得正面可能WE各方面 无论说是人数还是纳尔的这个怒气状态 都是处于最佳 他躲在那个草里 草里有个针眼在那蓄力 WE根本看不到他 突然WE眼前一黑发现自己人没了飞走了 拿到这个先锋之后 WE自己也眼前一黑 是吧 自己铺垫了这么久 我居然是个打工人 有点难受的这波 本身列纳塔厄弗留斯是吧 下路先推线先过来 看似是WE的一波机会 看似WE总算注重起了前期的节奏 结果就是这么一锤啊 就看WE能不能争下第一条小龙了 毕竟第一条先锋想争 但是被对方收入囊中 但是争小龙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契机了 而且随着等级的提升 上路这边的话 永恩装备好了以后 应该是挺好打纳尔的 是 攻速节已经有了 盛强哥还出了个萃取 跟上坡的套路是一样的 先凶你一套 然后出碎取稳定发育 先打一个经济流再说 嗯 永恩想做到团战跟纳尔一样的 这种团战贡献呢 必须自己有比较好的装备支持 是 这把新的一个对线表现 我觉得发挥的还可以啊 补刀领先挺不多的 是 毕竟这场比赛可能很多时候 泰坦就Mako处于一个游赌的这个状态 那轮子妈多多少少又露一些刀出来 而且练到塔加上 厄比尔斯这套组合强势度还是在 下路有限权 WE应该是想要动小龙的 在小龙风旁边迂回上路想对敌门动手 节节过来了 能不能变大一丝血 持续地直接一套技能下去 胜强哥拿到这个人头 虽然说走过了封城绝渐斩啊 但是波比也就是这么晃晃悠悠 这么过来啊 普世乌化的一次干客 将人头帮助圣强哥收获囊中 Demon稳了十分钟 在队友想要打小龙的时候 没稳住 被EDG找到破绽了 是的 而且EDG这里还要过来骚扰一下 现在打小龙可没以前这么简单 不是说波比在上半期 你就直接能动这个小龙的 小龙都会打得很慢 落地的是香克斯 香克斯想支援到正面战场 斯高特正面直接把 未有关键的打野消耗成残险 那感觉WE不是很好动这个小龙了 就看EDG接不接盘 是的 现在这个小龙打起来真是 没以前简单呀 以前说是吧 波比上路干客一波 下路小龙呢 另一面直接有了 而且EDG趁着侧翼在拉扯这个时间 斯高特直接把先锋放在中路 独享 再点一下 马上可以吃到第三层 没问题 峡谷建峰帮他受到 那这样中塔 WE只剩两层肚层以后 沙皇也不太敢动了 是 那FWE想去联动一下 但是没机会啊 你一边是带急跑的 有大招的轮子吗 一边是灵活的妖姬 这联动也联动不到一起 尤其是刚才小龙也作罢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EDG 把自己的中塔推得只剩两层 EDG其实自己也知道 下路组现在打起价来比较弱 也不会先手去动这个小龙 只要让WE不动就好了 美口往中路靠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而且说到找机会 上路升强哥 还在继续的发育 五刀已经领先 三十刀之多了 直到第二层肚层 永恩这场比赛过得也很开心啊 而且翠曲也剩二十六层就要破了 是的 这种无压力的对局 就让出萃取的收益太轻松了 美口游走得好平凡啊 一直在中路附近在寻找机会 似乎我们已经探究到了 轮马带急跑的意义 是的 我辅助游走的时候 我有手急跑 更快地脱离战场 我能跑 上路想对那儿动一下手 但那儿这个怒气不太好动手 想等他变小吗 是的 但是波比在上路的乐头 总算给了红四方W一次抓住小龙的机会 嗯 心心念念的小龙 W总算给拿下 还会塔下 但姐姐比较肉 骚扰的不亦乐乎 不敢收塔了 小龙都丢了 上半区还不让我兄弟拿点资源 姐姐 这把对上路的关照是很多的 嗯 上翔哥在这猛吃 而且看到你小纳尔在塔下 直接要开杀了 天翼风采 再接必动 封城全天 稳稳接上 塔下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 那 迪们 在上路 依旧是放不下 这个塔下的小兵 那只能付出声明代价 而且这边 Viu这个位置也很危险 斯卡拉过来了 闪现练没练到 永双好像能定到 下路也打起来 请问燕您过来 哎 好像伤害不太够 反而给大家有点危险 闪现想天脸输出 红刀能不能杀掉 闪现两下平A 限杀 是的 刚才放出了一个 放出了一个恶意收购 当时帮助这个团战 直接由W在下路团团组的 对拼方面 给了很大的输出空间 W这波限杀 还挺长士气的 是的 抓刀确实也刷得很好 红白刀 对 红白刀 狂风之力 再加上列纳塔嘛 本身恶劣这个组合 就有这样的强势度 是由EDG这里打出的先手 当时想先秒一个 但是恶意收购 直接阻断了W 对他的最后一 阻断了EDG 对他的这个 最后一点点输出 是 而且虚弱套得也很及时 Viper第一波 被虚弱套住了 则也走不动 输出也打不满 是 对W这双人组 也是有点显身的 这个异味吧 因为差一点点 就把这个 可达给秒了 但是紧接着来到了二先锋的争夺 双人组都已经换去了中线 这场 再打一套 是 而且这场 其实纳尔是 很难玩这个游戏里啊 永文现在 破败 又回到了我们BP的时候 提到 WE这边的开团点 得靠纳尔 那既然纳尔这么瘦弱的话 可能他们也不太好开团了 是的 而且正面会在三代方面 一直被永文所牵扯 而且大多数的队伍 在面对纳尔的时候 都很好的 能拿捏到他那个怒气 变小的时候去打架 不会在他变大的时候去应战的 是的 而且这场 其实盛强哥 他也可以一直担心打到底 是吧 你团战的时候 非常需要纳尔 我又是可以凭借着破败这种装备 去献杀纳尔的 而且盛强哥这把的出装 也是最近像鳄鱼啊 包括永文比较流行的流派 就破败 然后开始转日盐 对 又肉又有输出 甚至一些打野位置的 像角跃这种英雄 有的时候这种流派 都慢慢兴起起来 是 因为有先锋 伊丽静一直在中路给压力 W也一直在回防这个塔 因为中塔一掉的话 对于他们这种比较偏防守的阵容 就很难出去做视野了 伊丽静中路的私人暴团 下路刚好要几把线 摁在塔下牵制住黄金 上路的兵线对伊丽静也不错 万事俱备 直接放弃先锋 能不能再撞一头 好像送不进去了 那感觉这个先锋 对于伊丽静来讲 就以他们的这个局势来讲 收益稍微小了一些 对 但伊丽静确实 我觉得是 为数不多的战队里面 对中塔很执着的一支队伍 是的 先狂风向前 连点几下 挂上通臂再接大招 通臂是被一技能挡掉 那大招挡不掉了 好激进啊 新打的 但是盛强哥过来 大招直接大到 新这个位置 没有闪现走不掉 盛强哥的机会找得好呀 找到了新 刚好没闪 并且你狂风还用了 而且上路的兵线美滋滋 回来以后 这个露一个兵 其他选吃 这场比赛 盛强哥数了这一波 他其实之前有几波 双方在下半区的这个交手 盛强哥都很想去支援 对 包括第一波他去支援 但是没有拿到人头的那一波 也算是他在上路建立优势以后 去帮助一地技回防到了野区 是的 上比赛勇文拿出来 无论是对线还是对 对友的辐射 都非常非常到位 而且勇文线3-0 我感觉他团战的发挥空间 其实挺大的 日眼已经有了 这两件套 能扛能打 能单线能打团 刚好小龙把他刷新 所以盛强哥两件套 缓缓走向了这个小龙区 WE应该要放了这条小龙 因为前面拿到一条 他没有拖的资本 而且现在纳尔确实太瘦弱了 不太好打团 是的 18分钟已经5-6000的 这个经济领先了 BDG先卡视野 先把视野给站住 第一门的纳尔倒是怒气还不错 纳尔怒气很不错 两个阵眼 WE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依旧很奢侈 我感觉WDG这波应接有点不太可取 闪现过来想开 开到了欧贝刘斯 能不能秒掉一丝血 能不能杀掉 有一个W魂能不能回起来 回起来了 因为他把WIPER换掉了 而且后续靠着红刀还在吸 再扭扭掉圣枪哥的风 好险随着过来收掉了这个人头 但正面这边EDG有点溃败了 只剩圣枪哥一个人 感觉EDG这里虽然说 找UP6找得很歧视 但是毕竟有个及时救难 他有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EDG还是急了一些 原本我觉得圣枪哥 在这波团圈打得很好 我飘移过来 想找最后一个圣枪哥 被连说几下 还随着一击的没办法 黄契直接将其带走 拿到这个终结的人头 局势突然在一颗 EDG已经有了天大优势的情况下 又出现了一波反转 我感觉EDG这波开得好着急 因为刚那儿的怒气 明显是一个很不错的怒气 WE也不敢去动这个龙 他在等EDG过来 但EDG确实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想开洛斐流斯 开确实开到 但是有恋爱塔W 然后靠着急时救难 把WiFi换掉以后 活起来了 是的 而且EDG因为 是为了开这个 保持大家的阵型 其实是不太好的 让自己的阵型 七零八落 反而被WE打了一波反打 这一波一开始 我看圣枪哥 其实他的举头是非常正确的 圣枪哥一个人 先去想把娜尔给 把这个怒气给打满 他先去跟娜尔去骚一骚 想把他打满 那我觉得对EDG整体的沟通 应该是 我们把娜尔先给打大 然后拉掉这个怒气之后 再去打这波团 但是呢 因为姐姐刚才觉得这波机会 可能对于先手 由俄斗六四来说 实在那波机会太好了 于是瞄准了新 确实新这波的反制 也做得很不错 靠着恋爱塔的W 其实救难 杀掉了Wiper 然后持续的不断的走位 拖了挺长时间的 是的 这张比赛 恋爱塔无论说是下部的一波对拼 还是在野局的一波 都很关键 顺势W 开始中路一波反推 多比一吹吹空 那这个塔守不住了 交集这个时候背后去分带 因为觉得正面不太好接 先拿一些资源回来 EDG在正面 依旧保持着4000左右的经纪领先 嗯 但星这把挺肥的 感觉W这把可以开始围绕星去作战了 嗯 包括W的阵容打到后期 我感觉会更厉害一点 因为毕竟拿到了 就是两个很后期的双C 非常稳定的阵容 嗯 而对于EDG来讲 毕竟勇恩和妖姬更多的时候 是前中期的一些小规模的作战 他们操作空间比较大 是 所以对EDG来说 他们是有一定进攻压力的 嗯 这张比赛 星直接第二件大穿甲 GELPHILUS在面对 单前排的情况下 第二件顶大穿甲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拖 确实 出迎戏的话 可能就比较好能活下来 嗯 可能想达到更多的输出吧 是 我觉得对于EDG来讲 这个时候是不能再犯错了 他得更多的利用勇恩去单带 把娜尔给牵制过来 包括妖姬吧 妖姬跟勇恩的单带 感觉WE很难去回防 是的 都比较灵活 说到灵活 那WE这个阵容很明显就没那么灵活 是吧 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中了这个苏K所说的这个 比较没有先手 所以刚才甚至要开了皇冠去留人 对 在野区找到机会的话 也不太好能留到人 只能把视野做一做 上个塔倒是让香克斯呆掉了 这时候红色王WE对他们来讲 就让自己的C位 继续去补一补自己的装备 而娜尔这个位置 是要稍微小脸心的 这个时候勇恩是能够在单线 去击杀娜尔的 而且我感觉 这把Skyld的发挥空间也是有 因为他进场消耗的话 W没有什么手段能限制他 控制太少了 对 他前面吃到了不错的肚层 包括在边路单带的话 也拿到了不错的资源 是 两件套了 实际上比赛 W很多关键性的控制技能 比如说像恶意收购这些 不可能去骚扰到腰机制里的 很多时候要捏在手里 就团战的时候 正面的时候发挥 练剧剑第三件 由这个勇恩直接出道 虽然说这个版本练剧剑的 价格上调是有一些削弱的 但是还是挺受用的 是 属性在那里 上个版本很多打野第二件 甚至有的打野第一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练剧剑顶出来 因为那个版本练剧剑 性价比实在太高 是 又便宜 性价比又高 入侵一下蓝buff 把蓝让给了腰机 这时候 这个时候刚好勇恩不在正面 但是W还是那个问题 正面想留人 手段太单一 没有留人手段 而且轮子马还没放大的 继续可以拉开 姐姐 就着轮子马的大招直接拉开 把娜尔给打红 新账号直接是个半血 娜尔已经红了 这包小龙还有十几秒刷新 对于W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到时候娜尔就不生气了 娜尔想 闪现原地闪现 拍到了 Mako Mako再接一波 但是身上直接给后排 恶意识过的位置还可以 狂暴住了两个人 轮子马直接 跃了两下结结 但是弗兰多直接断后 风尘成绝念 技术弹已经用过了 没有技术征弹的心 能不能逃出生蝶 没问题 邀机 人链 链到了可莱 可莱要被二半链子结钻死了 邀机拿到这个人头 两路的兵线 EDG都是优势 这个小龙EDG可以羞辱当中 W也太着急了 而且我感觉这波 斯卡普真的打得很好 他在侧翼 就因为他也知道 对面没什么控制 他是先把新的血量打低 然后在侧翼拦住了香克斯 导致W一好级 他们就很想开团 所以Demon在隔墙 用了一个隔墙大招 去留了一个泰坦 但那个D型泰坦反手的 一个大招 也让W吃不消 是的 还是那个问题 想开团手段太单一 然后又开得不是很好 导致自己直接 被一个狭窄的角落 被乱打 除非及时救难 在这种下车的角落 放的位置特别好才行 对 你看新的血量 已经不太健康了 我感觉W这波 都可以撤退了 或者说等待一会儿 但Demon一看 他这个怒气 不太好 所以卡在墙边 交了一个 一厘米的闪现开团 是的 他往后 其实走了这么一小寸 导致他没闪现过墙 圣强哥绕后的这个位置 虽然大招没大到人 但是是封锁了 W撤退的路线 那正面 Demon的一波拍空 导致EDG很轻松地 把这个小龙给收下 这场比赛可能需要 再往后拖一拖 虽然说EDG整体的状态 比较领先 但是因为自己 一直无法 给予W龙魂上的压力 自己才拿到第一条小龙 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 会打得比较久 但EDG这边确实 获取资源的能力 会更强一点 包括前面获得了 更多的肚疼 所以经济一直拉得比较开 四五千 W依然在抱团 尝试入侵野区去做事情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没有开团点 EDG不会很害怕 是 但EDG这个阵容 也有他相应的一些劣势 就是他这个阵容 太靠大家的拉扯和操作 阵地战本身 WE这个阵容 是个标准的阵地战阵容 缺点是比较的笨重 EDG虽然说灵活吧 但是阵地战是 不容他们有失 一旦有一些操作 比如说阵型太脱节 那可能会被WE先处理 但WE现在已经 限制不了EDG的单带了 是的 两条上下的线 冰线一直是源源不断地送进塔下 WE正面想开团也开不起来 所以就只能一直受到冰线的限制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 EDG最后会用这种冰线的牵扯 去拖死WE 最后大家可能见到一种场景 就是WE也不管你的单带 不管冰线的劣势 直接选择了在正面 利用F6四和黄机 双C输出比较高 去Rash大龙这种 关键性的资源 对 但这样其实蛮大风险的 没错 圣枪哥已经16级了 领先2级 他一会儿要是守护天使 再做出来的话 正面打团 他的容错率是相当高的 姐姐很大胆 进来想排一下视野 这种大胆正式战的W 没有什么溜人技能 是 一个坚硬风采足矣 把真眼排一下 感觉可以动手打大龙了 稍微逼一下沙皇的TP 先把香克斯给招呼过来 打大龙的速度是不可小觑的 西方都在侧翼 Poke一下 6000多了 有没有意识到呢 这边想开开了一个MACO MACO有没有机会 直接秒掉一丝线 没有秒掉 拉开了 而且这里香克斯 似乎还可以省下自己的TP 帽子有了 这种尝试对EDG来讲是要做的 因为确实黄机在下面去让他收拾兵线 EDG正面是可以逼下这包大龙的 其实这波WE的应对也做的还可以 就他没有第一时间看到6000多血就着急 而是逮住了一个MACO 想对MACO发难 让EDG的众人赶过来支援MACO 对 当时其实短时间内 我觉得WE可能会有点危险 是在于纳尔马上就要变小了 很有可能在后面的一段时间内 WE是很难有正面的这种接战能力 但是他们找到了MACO的这个机会 小龙快要刷了 开始围绕下半眼去做视野 但是就像Suki之前讲到的 你看EDG就两条边线 只要争夺中力支援前 EDG就把两条边线处理好 就把女人员给牵扯过去 已经好几分钟了 下路跟上路的线 兵线一直是快要接近二塔的位置 而且永恩甚至直接TP到下路的兵线处 就把兵线运送进二塔 然后W你看 有可能就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就是我不管你牵制了 我直接Rush大龙了 着急 因为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好 这种情况直接出现 纳尔变大 纳尔变大是个信号 就是这时候不打 更待何时 Mako直接攻纳尔 先秒纳尔 拍三个没拍到墙上 拍的效果非常一般 在永双的地图 是这个及时救难 往后拉扯 纳尔可能第一时间 就要被他 永恩拿到这阵头 从成全天到后排 一个一顶的二贯回去 W正面直接少掉了 唯一的前排 这可怎么办 EDG要给你包过来了 想到后面 飞个斩Mako 没斩到 永恩直接收合后排 瞬间斩掉 红蓝刀的二贝流斯 营业的效果很高 面对弗兰多 弗兰多也要超级操作他 先打出第一条命 还在拉扯 六要被链子给练住 永恩过来 两刀三刀 再接扣紧的三段击飞 冗双动下 拿到人头 EDG这一套阵容 完全完全操作了起来 哇 这波其实 WE的下路组 已经打得很好了 恶意收割 收割到了Wiper 让Wiper跟队友 自相残杀 然后直接倒地 但是EDG的 中上站出来了 刀的跟 圣枪哥完成了收割 是的 而且纳尔一开始 实在是 而且我感觉 纳尔这个大招拍的 稍微有点瑕疵 我感觉他可以 拍的更好一点 会拍到墙上 或者怎么样 对呀 正面直接正往一个前排 而且俊佳这波 那个杰杰 这抱歉 杰杰这波也是 把Wiu捶走了 导致WE的阵容 也有所分割 Viu后面想斩 没口也没斩掉 然后你看这个恶意收割 我觉得已经配合 欣音打得挺不错的了 但是无奈 高得跟圣枪哥太强了 这两个点位在这 欣音一秒都没活过 就到了 这就是当阵地战的人 少掉一个关键性的前排 那等于说 我这阵地战这人 我少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环 那就到了操作性阵容 他们的空间了 对 也续了一波遭遇 黄金一推 想先斩MACO 成功斩掉 找到了一波MACO的机会 但是正面这边 WE敢不敢直接抓大龙 应该不敢 因为那里的怒气不太好 是啊 对于WE来讲 可能处理一下根线 更完美 封城权剑 没有中道Viu 两边大招呼换了一下 真要动大龙吗 红白刀 二菲流斯觉得刀好 这波觉得刀好 大龙的速度确实坏 但是EDG肯定不会那么轻易让你拿到的 但是Franco是没有大招的 这波真空气对WE来讲 是一定要利用到的 一锤锤走了二菲流斯 有红色风WE 顺利的拿到这波大龙 斯高特旁边也被打成个半血 地盟可能第一时间要被处理掉 能把受到这个人头 WE可能纷纷要交闪现上去了 Viu没有闪现 没办法直接被B龙的墙上 由斯高特拿到一波暴走 WE在这个夹缝当中 拿到一波大龙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圣强哥还想留人被拦住了 这一波WE拿到了大龙 但是丢了两元大象 那这样的话高地塔可能不太好守啊 这二塔应该会掉 拿到大龙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他们这套阵容 是要往后去拖打阵地战的 他们是需要让EDG 不能拿到这种关键的资源才行 对大龙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直接交大香克斯 有一个中亚规避了第一波的伤害 但是后续怎么说 杰杰在侧翼赶到 可达亚也赶到 保护着了香克斯 是的 EDG反过来 拿了两座二塔的资源回来 继续维持着7000块的经济领先 这波的WE的整体决策 还是明智 抓住了香江哥 没有大招并且EDG少人的情况 其实杰杰来得稍微慢了一点 他这个大招蓄力稍微慢了 他们可能也没想到 WE转大龙会转得这么快 毕竟是2B64加上黄机 这两个英雄打大龙的速度 是相当OK的 是 斯卡尔特开始读书了 14层 那对于这个大龙buff来讲 就是发育 因为EDG又拔了两座二塔回来 我们看屏幕的右上角 这个大龙buff目前的收益甚至是负的 但这种负收益 对WE来讲 已经是非常好接受的一种情况了 因为他们如果不rush掉这条大龙 他们将一直面对EDG 拿这个大龙做文章的这个窘境 还是冰线上吧 因为如果没有大龙这个buff的冰线的话 WE冰线会一直很难受 对 位置被EDG所牵扯 现在稍微能抱团看看能不能利用大龙buff去推进一下了 是的 而且随着这一波波的交换 WE这个阵地战的阵容 虽然说先手仍然少 但是只要纳尔输到第三剑 自己肉住 维持一个好的阵地战的阵型就不错 剩下个直接封城决定想去进场 再接锤飞 瞬间打一波蓝色房的椅座打扫 又是先瞄准个纳尔 但纳尔瞬间也被打大 那正面的EDG一波突袭被W瞬间化解 而且Scott是从上路TPT到了下路 想进行一个包后 但是这边有睁眼发现了他的位置 这波EDG感觉有点在想点子呀 就是 EDG这波应该是想打的 因为我看Scott的直接交TP了 但是没有特别好的眼位 他踢到的是一个比较偏靠下路的眼位 是的 而且在等性战科的大招CD一波团了 等于说想放两个大 打的就是技能CDX 准明定定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后续跟不上 EDG这阵容还是灵活呀 是 有很多跟W去回旋的这种空间 小龙还有40多秒 但是这种机动性比较强 回旋空间比较大的阵容 最忌惑的就是 可能一波配合没到位 就会被这种阵地战争所吞噬 对 EDG这个阵容 就是他们的终上是不太能失误的 失误一旦被秒叫的话 WE乘胜追击的话 WE的机会就很大了 没错 WE这个阵容就像一排举着盾的这种步兵 而EDG更像的一群骑兵 需要从各个角度去突袭 是 哇 又打一把真秒掉了 Skot 打野一倒 W怎么去揭晓龙团 星直接狂攻向前想秒 YP能都秒掉秒秒掉了 星这波成为了W的救世主 双方打了一波一换一 EDG斩队了打野 随后星站了出来 直接对位秒掉了Viper 太关键了 Malaya马上变大 关键的4v4龙团 但是EDG是阵亡了ADC W反掉是阵亡了这个惩戒者 这可怎么办 双方都有所忌惮 投鼠忌器 普兰多身上有复活甲 有大招 他在绕 普兰多在绕 在屏幕的下方 他想来一个大的 瞄准了V 瞄准了Skot Skot已经被打残了 而且波兵也被融化掉了 普兰多再也没了 进场的时机 他还想去骚一下 第二个大招 分成转捐 第一时间赶紧 一键的二章往后拉扯 W拿到了自己的 第三条小龙 这场比赛还有悬念 本来以为 Viu在正面一倒 EDG是有机会 能让小龙的 但是星站出来了 他把Wiper秒掉的同时 又把配合队友 把阶阶杀掉了 对 本身Skot这波机会 已经找到很好了 结果星 关键时候站出来了 小龙一下二塔 但是没有兵线了 而且EDG一直 边线是处理的不错的 现在又是 逼着香克斯的黄机 上次再把兵线 给处理一下 看一下上波的回放 首先是Skot 是怎么躲在这个草里 把Viu秒掉的 Viu作为一个近战 这个时候去用普攻 去拍眼啊 还是犯了大忌 这时候其实作为近战 拍眼是很危险的 但是随后星 他好大胆啊 是的 而且这个移动速度快 他身上顶了一个 太惨的 这个神水渣篮 就是炸不到他 硬是把人秒掉 再被打起来 是 EDG六到七千的经纪领先 哇 富兰多已经是装备出完了 全部的满装备 正面尝试勾一下 但是勾到了墙壁 Skot在旁边 再去偷Viu 一段链子 把六Viu打成了三分之二 左右 星也知道Skot现在 Poke的伤害很高 所以他是出了个大影魔刀 是的 胜强高五箭套 要抓大龙 你看这个大锤的CD 大龙还发现 W现在没有前排 怎么办 W现在非常的恐怖 这头EDG率先出来 开一手W的黄冠 想去瞄准一个向克斯 向克斯有一手精神 要击 闪现下去 一踩 哎呦 一瞬间爆炸了 但是星 随又回进了一个营业 这个营业伤害 也非常的恐怖 EDG瞬间几个人也全部参现 这一波大龙双方恐怕要拉开了 居然拉开了 这波一个人都没有阵亡 只阵亡了一个 第一波阵亡的纳尔 哇 这波其实对于W来讲 他居然在阵亡纳尔的情况下 没有被一滴气抓住机会 就是二十大龙 还是这个大隐魔刀立功了 不然斯卡特这波伤害下去 感觉星应该是倒了 或者只剩一滴血 对 斯卡特在旁边这波机会 已经找得很好了 无奈就差了这么一点点伤害 二十二层输的斯卡特 现在已经能看得出来 斯卡特这个妖姬进场的伤害 不容小觑了 而且这把斯卡特打得确实好 他一直在特意找机会 是的 给W造成很大的心理的压抑 立即正面场 打大龙 W不敢过去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斯卡特一直在特意 结果那么大一个纳尔 人直接没了 这直接被融化掉 最后斯卡特 一直是在侧边去游异着 寻找的机会 这个时候双方的拉扯 已经完全地拉满 迪梦每一次怒气 虽然说控制得不错 但是他每一次都要首当其冲 第一个人要受到伤害 赶紧去跳开 斯卡特又在相同的位置 先开手扫描 保证自己旁边是没有红色方的视野的 斯卡特一波绕后的机会 要过来先去消耗 耗掉了女妖面纱 要瞄准妖姬 但是妖姬很灵活 你这个阵地战胜 如果被妖姬拉扯了 就很痛苦了 妖姬又有伤 湘克斯这个时候还真是不怕 硬是上去说一下 把斯卡特给戳残 看现在EDG没有那么好打团了 正面WE直接抱团推进 下路这边的兵线 倒是把WE的下路二塔推掉 是啊 EDG又拖过了一波 纳尔已经变小了 但是新线的伤害 感觉EDG有点承担不住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EDG 又开始抓大龙 听亏夜宁消耗一下 看大龙的血线怎么样 7000多血 锤子垂飞了恶贝流斯 那正面怎么说 没有输出点的 练练住了湘克斯 有杀兵往后拉开了距离 而且这个恶意收缩收缩的还不错 也没有人缘的阵亡 是的 而且新的这个状态还不错的 一个两个阵眼 一直在盯着这个Scott 现在情报对于WE来说 他们很清楚 至关重要 不能再被Scott去偷伤害了 而EDG也很聪明 先把中路的线给清一清 这个大龙一会儿再说 小龙马上刷新 这个是WE的关键龙魂之战 WE现在时间恐怕有点来不及了 十几秒钟 恐怕EDG将直接把这个小龙 给Rush掉 而WE现在自己的兵线不好 他们只能拿大龙做牵扯 Scott这个时候在大龙 在小地图方面 已经跟WE牵扯到了一起 那儿还马上变小 这个时候小龙 怎么EDG不动这个小龙了 EDG很怕WG rush这个大龙 再把EDG众人给牵扯了回来 又说没能动住这个小纳尔 那小纳尔又被打出了个电型 W再次要撤出来 EDG能不能再回去动这条小龙 能不能分一个人哪怕 过去 EDG没有这个想法 他想用盛强哥打一波先手吗 我是有一个轮子妈的 他可以跑线的 他总算去动这波小龙了 双方小龙要打一个七龙珠了 我的天 EDG再拿到第三条小龙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后续的伤害能力 而且这条大龙也守下来了 WE太想去Rush这个大龙了 确实双C Rush的速度很快 但EDG紧紧盯着 不给你任何一次机会 对 而且是Scott紧紧盯着 这个妖姬 像一个迅捷斥后一样 一直在阵线的最前面 盯着WE的一举一动 移动的眼位 还想抓大龙 确实大龙的速度很快 又开始动手了 Scott的又看到了 但是波比的位置有点远 感觉要抓掉了 交TP那儿下来 这个位置那儿直接交闪 拉开距离 快要变大了 WE想不想打 拿完大龙以后 直接集结中路 是的 WE这个逃阵地战争 要瞄准Mako Mako往后拉扯 但是别的地址 被直接秒掉了 现在跟他障碍 现在是太高了 而且江科斯要被四个人 做压起身 而且身上的砰砰砰 直接炸后排 那儿要包紧的 HC赶紧去顶下 冲突下前排 行 黄峰还敢向前 我的天 你在干什么 瞬间要被击火 最后EDG 仅仅付出一个 结局的代价 团灭了TeamWE 达到了42分钟 一度相当的胶着 但是EDG靠着这一手 回手打团的能力 把Viu秒掉了以后 后续持续的追击 团灭掉了WE 是的 而且看兵线在哪里 兵线是很近的 是有机会直接 一波掉WE的 WE复活最快的Viu 也需要长长的20秒钟 EDG直扑WE的竹水巾 这场比赛 没有七龙珠的机会了 打了43分钟 旷日持久 我们恭喜EDG 恭喜EDG 在这场拉扯战中 将WE拿下 也送给了WE赛季的第13败 一对剑拿到了自己的赛季第10胜 继续将积分榜的前列挺进 积分来到了10-5 可以稍微跟第四名的V5 去拜拜手腕了 是的 但不得不说的是第二小绝WE 确实展现了充分的韧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季的赛季